关于中国防空武器的发展如何 为什么美国人说中国防空武器正超越俄罗斯 敬请关注 近日对于中国防空武器的发展 美国人却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其意图令人生思 据媒体2月14号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日前发表一篇文章称 中国防空武器正超越俄罗斯 相比俄罗斯防空系统 更应该关注中国防空武器系统 中国的空军规模和经济实力比俄罗斯更强 中国最终将赶上并超越俄罗斯的导弹和传感器技术 该文章还阐明了具体原因 由于中国电子产业规模更大更先进 对战斗机机载预警控制系统 高空无人机和天机卫星系统等新型平台的创新能力更强 从本国立场和美好愿景来看 美国人的说法符合时机 但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中国整体的防空网有不少组成部分是从俄罗斯引进的 如此高调地把中国摆在台面上来跑 这很不符合美国人的一观作风 也不利于中国未来防空系统的发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拿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红旗9防空导弹来说 是中国第一种自研区域防空导弹 它的研制成功 让中国的国土防空能力大幅提升 为下一代国产防空系统提供了经验和基础 不过 相较于俄罗斯明星产品S-400 红旗9的使用范围显得局限不少 S-400最大射程可达400公里 最大射高可达31公里 可用于从超低空到高空 近距离到超远程的全空域对抗 可以说S-400导弹集成化程度非常高 美国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也得甘拜下风 有军事观察人士形象地将S-400称为 一套等同于红旗9加红旗16 尽管这种说法不够严谨 但通俗易懂 也能体现出中国国产防空系统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因此美国人说中国防空武器正超越俄罗斯 还未知过早 另外 在去年10月 俄罗斯领袖公开表示 俄罗斯正在协助中国建造导弹预警系统 美俄作为全球围二拥有这套完整体系的国家 其反导能力毋庸置疑 相比美俄 中国于2017年受次成功发射 红外战略导弹预警卫星 技术成熟度还有欠缺 俄罗斯几十年的预警雷达数据 反导数据库 这都是能让中国少走弯路的宝贵经验 而在俄罗斯的协助下 中国导弹预警系统一旦建立成功 中国防空系统将更全面更统一 这正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 美国人挑拨离间的意图怨然至少 分析认为 中国复兴之路不是靠别人三言两语能干扰的 务实精神才是中国崛起的关键 像这类正超越俄罗斯的话 更应该说给印度人听 相信他们很乐于沉浸在赞美中 至于对中国最好闭上嘴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